T1联盟开季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战役 绝对就是魔兽Howard登台第一场对上中兴特攻的比赛 不过拿下准大三元的Howard可不是那一战唯一的男主角 身披黄山战袍的阿巴西在那场张力极高的比赛中 没有被NBA球星的威能振折住 反倒轰下了石破天津的51分5篮板3助攻1抄截1助攻 虽然最后摆下阵来 但在篮球圈高度关注的这场比赛 搅出如此沉寂的阿巴西 无疑告诉了全世界他黑豹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 其实当时一开始就是开打的时候就是手感蛮好的 然后韦翰他们就是有帮我就是做一些战术 然后因为他们也没有针对我防守 然后就都帮我就为我优势 他就都帮我做一些战术 然后我就有很多空档就是可以出手的 就是因为这样才慢慢就无数 没有没有可以就是做平常量打 就一样平常性就是 就是没有想太多 就是那次比赛就是像平常那样打 谦虚的阿巴西将自己的表现归功于团队的帮助 而面对到当时全场爆满的观众 以及准名人堂球星的到来 他的心态也是相当成熟 就是不要想太多 好好打就对了 果不其然这样的心态也收到了成效 送上了一场令人为之惊叹的表分秀 也让浩尔赛后主动追踪了阿巴西的社群软体 嘘寒问暖 至于聊了什么 让男主角来告诉你 其实没聊什么 就是就鼓励就是好球那样 就没有什么东西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没有想太多 我就现在就是 阿巴西对于过去的好表现 没有太多琢磨 也没有因为在NBA球星头上爆量得分 而感到任何一点自满 当下的他只想好好把握 赛季中每一场比赛 持续朝向夺冠的终点 奋力前进 YT台采访报道